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新的節目 叫談風論水 大家好 雖然都是我 將來就會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支持一下這個節目 廢話不說 我們書歸正傳 今天跟大家故技從師 繼續講推背圖 四十三象 黑兔走入青龍穴 欲盡不盡不可說 唯有外邊根樹上 三十年中子孫傑 好了 背都會背 大家聽到都會背 好了 黑兔就正式走入青龍穴 為什麼說黑兔走入青龍穴呢 因為去年貴卯年 黑兔年有兩個立春 所以為之雙春 但任雙春的時候呢 就他搶了今年的立春 今年龍年 甲晨龍年的立春 所以就 怎麼說呢 所以那天 美斯沒有下場那天呢 就是正式黑兔走入青龍穴了 因為他霸了青龍年的立春 所以就為之走入青龍穴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麼好了 大家都知道啊 一立春就 虛聲四起 民怨滿天飛 真是大家勵士的 立春是年初之始來的嘛 一開始你就搞到民怨沸騰 那怎麼搞呢 你想今年好多還 我想跟你講今年好多難 接下來你就還要跟我說 你講往後的日子啊 整天 天天都要燒煙花 天天都要燒煙花 大哥 你省錢派給我 燒煙花 燒什麼煙花 大哥 你看消費券又沒得派 你省省錢派消費券 都起碼 起碼降低民怨先啦 是不是 那就算啦 那些錢在他那裡 他喜歡怎麼用怎麼用 不關我事 那呢 就講回黑兔走入青龍 為什麼要特別今天又拿出來說呢 因為現在大家覺不覺得 台海的狀況比較緊張 我都說了 一黑兔走入青龍 這個世界就開始會亂 因為欲盡不盡 是亂到李淳風和袁天剛都不知道 亂到那個亂象啊 李淳風和袁天剛見到那個亂象 都不懂得告訴你們有多亂啊 所以為之欲盡不盡不可說 就是這樣解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台海一定亂 你現在那間公司 就很想搶 搶第二間公司那個分支部門 那個叫金門不知道什麼 那個 他就很想搶那個島 但是那個島 在某個程度來講 如果搶了那個島的話 哇 大件事啊 台灣這間公司呢 就一定出事了 一搶了那個島 你台灣 跟著就吹些風過去啊 派些傳單過去啊 跟著空頭的傳單 寫句詩在那裡 什麼獨眼巨人的那些詩啊 那些反清奉明的那些 台灣他不用搞 他不用 他現在呢 很聰明的 他現在不用硬工 用軟工 搞 他由裡面分 就好像 當初 2019年搞 搞這間分公司那樣 在裡面分化 哇 這些招告啊 所以說 就是因為他現在聰明了 他現在不硬工啊 用軟工的關係 所以台灣呢 台灣這間公司 都很危險的 其實我覺得啊 那當然啦 天道循環 天又善人的 那你就看一下 台灣這間分公司 多好人 還是那間大公司 多好人 哪邊多好人 那天就幫哪邊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不用理他 他有什麼招都沒用 因為天道循環 永遠都是天又善人的 既然你都是衰 你都是衰那邊 他為什麼要幫你呢 他還會幫你嗎 不會的嘛 是不是 那其實 我早就跟大家講過 今年是天 今年已經 今年開始 來近十年 來近頭十年 都叫天 都叫天佛之年 為什麼天佛之年 就是因為雷火風掛 引天來勾地火 就是天去懲罰 該懲罰的人 那你還用什麼 你還用什麼 你還用什麼 怕這些事 他自己都分分鐘還沒搞得了 是不是 況且你們不要只看四十三象 之前三十六象 還有兩句 還有兩句都好像還沒應 九十九年 城大座 青王子俠在秦州 這句好像還沒應 你們不要只顧著 看第四十三象 況且看完第四十三象 跟著後面那一句 後面就應第三十六象 所以大家怎麼說呢 推背圖呢 因為是被人盜亂了那些次序 除了第一象和最後那一象 這兩象一定是對的 中間那些就被人盜亂了 有人曾經試圖 就將它盜對的 但沒可能 後面那麼多事情還沒發生 是不是 還沒發生的事情 你怎麼安插個故事 下去盜回正 不行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怎麼說呢 可能應完第四十三象 然後再盜回 再應第三十六象 都還沒頂 推背圖 推背圖呢 其實怎麼說呢 推背圖其實講前面那些事 他們很重的 但是呢 為什麼後面那些事 後面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 由2019年那些人 已經開始講推背圖 為什麼要講推背圖 大家明不明白 為什麼無端端會 什麼推背圖 什麼鐵板圖 燒餅哥 哇這些預言 最近這幾年 2019年之後 哇好像 雨後春筍那樣飆沙 大家你們之前 2019年之前 大家都掛著賺錢 誰有空你們推背圖 你跟我說都浪費了 是不是 不是啊 2019年之後呢 這些東西就好像雨後春筍那樣飆沙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逢是一個大時代轉變 總會有預言出來的 永遠都有 什麼紅花開盡 白花開啊 之餘此類的東西 哇之前那些 那些朝代更替 多少這些 這些這樣的預言出來 是不是 所以說呢 所以說 一有這些這樣的預言出來 就證明 就證明什麼了 就證明呢 這個時代可能要轉 或者要更替 那樣的意思 所以說 其實預言呢 就不是說 無中生有的 怎麼都會 有些 有些事情要做 才會有個預言出來的 所以說 其實大家 近來 經常聽推背圖 聽到 聽到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突然間 就說這麼多這些東西 什麼燒餅歌 推背圖 都走出來 就是因為 可能時代真的要更替 都未定 還有大家 留意一下 講回一點點 講回一點點 八字上的東西 用香港回歸的八字看呢 今年 他現在走的是 己有大運 己有大運 還有他 因為 回歸香港的八字 的日處 是甲臣 甲臣和己有 就是天合地合 所以今年 你說 就算 天合地合 他們 因為己有大運 管十年的 己有大運行到什麼呢 行到2028年 2028年才行完 他現在是幾運轉 有運 就是上五年 下五年的時期 所以 一轉 就會 一轉就亂 因為2023 2024 剛剛在這個交接期 他不管大運轉 也好 總之年代更替 總之一轉就亂 這個世界 這個梗死 這個梗局來的 一轉一定會亂 所以 就因為 這個 這個八字 這個上五年 轉到下五年 所以 這個 2024 會亂 但是你過了2024 會好一點 好一點給你看 因為 大運 大運 和樓連 和日處都是天合地合 逢是天合地合的時期 如果論人的八字 逢是跟你日處 樓連也好 大運也好 跟你日處 天合地合 那一年就最容易同居 要不就同居 要不就結婚 如果以人來說 當然 香港的八字 不可以用人的八字來計 不可以用人來計 不可以用人來計 它用地運來計 天合地合 是不是代表 代表2024 這年亂了 2025過後 2026 2027 2028 這四年會好一點給你看 就是因為天合地合的關係 所以如果 這四年會好的 大家就真是 聽我說一句 真是要積谷黃紀 因為下一個大運 下一個大運 現在是幾有大運 紫秋人某神智五味生有衰害 跟著上面就是甲業秉丁 某紀更新任貴 那今年正在走幾有大運 下一個就是茂新大運 茂新大運就嚴重了 這個茂新大運 大運和香港八字的日處夾神 天黑地沖 大運和日處天黑地沖 你就預算了 2029年之後 我就不敢看什麼事情了 因為 因為 天合地合你就好 如果天黑地沖 就像我這樣 今年天黑地沖 你看我 你看我 黃師傅我 一入夾神 那些是非衝過來 涉太歲我都涉不涉 我自己涉太歲已經是 勵早涉的了 都涉不涉 涉完太歲 那些是非都還衝過來的 你真是看我 是非滿天飛 留言是非滿天飛 你不要看我好像 對著鏡頭好像很開心 哇 後面有多少問題 你問問蔣品小姐就知道 真是煩到我吐了 所以說呢 一到天黑地沖的年份 永遠都是是非多多 小人多多 那些手腳損傷又多 那些傷風感冒又多 總之一到天黑地沖 就萬事不順的了 那所以 這個大運 如果是 2024年會亂少少 那2526 又OK的 那25OK而已 那2627 2627 我告訴你 是赤馬紅陽劫 但是赤馬紅陽 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 是不會跟香港 那些鬥事這樣的地方 事的嘛 不會我們跟台灣吵架 不會我們跟日本吵架的嘛 頂多都是 某間公司跟日本吵架 跟台灣打架 跟美國吵架而已 不關我們事的嘛 所以 202627 其實大家又不用那麼怕 哇 師父說赤馬紅陽劫 那怎麼辦 赤馬紅陽劫 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 香港的鬥事 所謂 鬥事 那樣的彈丸之地 就不關什麼事的 所以大家又不用那麼怕的 那好了 跟著 那好了 2627 那好 2627是赤馬紅陽劫 歌壞赤馬紅陽劫 就是有一年 你好一點點 又讓你們休息一下 哈 跟著2029年就嚴重了 2029年 一入茂新年 茂新大運呢 他就嚴重了 2029年入茂新大運呢 茂新大運 和我們香港回歸八字的日處夾神 天黑地沖了 一到天黑地沖的流年 哎呀我真的不敢說 真是 很煩 總之天黑地沖又不會死得人的 但是會煩 煩到你吐那隻 煩到你想死那隻 你看看今年 今年2024 不是師傅黑心 你看看今年2024 一入2024 一過了美山不下場之後 你發不發覺 很多跳樓 很多火災 今年入了火運 火的力量一定大 火的力量一大 周圍都是火災 火的力量大 周圍都抵受不住火的力量 所以要不就生火 要不就火山爆發 要不就無緣無故燒了 某地方 某公司某部門火燭 燒了什麼 兩個台灣的地方 這麼大的地方出來 哇大哥 兩個台灣 不是小的 雖然有些人說 你有六個台灣這麼大 我又不相信 不是很相信的 你那個這樣的地方 哪有六個台灣這麼大 不要玩我 因為今年火的力量特別大 因為天運行火運 火運一到 火的力量就特別大 好像我上次 上次 跟某個公司很遠的朋友 錄那個節目 就說了 一到火的年份 我們現在進了火運 那會有什麼職業會旺呢 很多人都問我 師傅 進火運做什麼好 鎮廚能吃 做廚房人 要不做醫藥的 要不做車的 要不做美容的 要不做我們這些文化界 要用口韻吃 那些東西 全部這些都會 都會怎麼說 在逆市裡面 這些幾樣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說 如果要做些什麼 就做這些 什麼醫藥 做醫務所 要不做藥房 要不做這些 這些是會好一點 但是你說有些什麼 衰 那些物流 房地產 那些就衰 因為 為什麼你說 不是師傅 房地產不幸屬土 房地產正式來說 不幸屬木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樓 是用木建 不是用泥土來建 以前的屋 雕糧畫柱 你都會畫雕糧畫柱 這些橫糧大陣 那些全部是木來的 老班先師都是作木的 你有沒有看到老班先師 會教你開水泥的 知道什麼叫三行 三行是跟木有關的 老班先師都不會開水泥的 是不是 所以說 其實 建築行業來說 應該屬五行 五行應該屬木的 所以 為什麼你說 五行屬木 木生火旺 它去助往天運 不是天運去助往它 所以 地產行業一定 一定 我夠膽去批死你 地產行業 那些樓一定繼續墊 就算它切掉所有辣椒 都繼續墊 你說我說都可以了 做廚房 其實 每一個大運 你就算說 今年立春八字很衰 一個地方 立春八字幾衰都好 衰到貼地都好 衰到貼地 總會有人發達的 為什麼會有人發達 為什麼有人發達 一定有人衰 但是 怎麼才知道 人家的運衰 你發達 就是地運衰 你跟著它衰 怎麼看呢 就看你自己的年三八字 你的年三八字 欠什麼的你就補什麼 就不是你說 你的年三八字 喜歡什麼 還要拿什麼 就不對的 那 如果你說我的年三八字 欠火的 那就可以了 我恭喜你了 這個天運行火 根本就幫了你 這二十年 根本就幫著你來走 那你再做熟火的行業 那就更加 那就更加好 那你說 師傅 我做 我做 我做建築 沒得轉行 那 沒有的了 要看你八字 看你喜歡什麼 就補什麼 比如你五行缺水的 你就穿多些藍色衣服 黑色衣服 那些東西 那 其實八字這些東西 那你就 可以自己上網試一下學 或者 有些apps會教八字的 你可以上去試一下學 又或者 找一些出名的師傅 我不是要你一定找我 你可以找一些 其他出名的師傅 幫你批一下八字 看你欠什麼 那OK 今天 節目不斷上 那下集見 拜拜